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祂的无不得着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同心合一地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我们感谢你离开高天的宝座荣耀 来到这个世界当中 借着33天半的光阴 你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 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牺牲在了十字架之上 成就了伟大的救恩 你接着你的生命救赎了我们 我们愿将厦门的时光向你交托和仰望 求主拆配圣灵宝慧师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每个人借着以下的学习 能够更深地认识主祢的大爱 也得到从你那里而来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过上得胜的生活 我们同心合一祷告 奉主圣名 阿们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心灵当中 都会有很多的理想和这样的追求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前进的动力 但是并不是每次我们成功之后 或者得着我们所追求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到快乐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儿时的经历 在我上小学的那一段时间 非常喜欢看一个动画片 叫做《变形金刚》 那么在放学之后 我就会到商店里面 去用自己的零花钱 去买这个变形金刚的各式各样的贴纸 那时候每一天 我的零用钱是一块钱 但是我会把它省下来 去买我心爱的这个变形金刚的贴纸 为什么我要买这样的贴纸呢 因为我可以在同学的面前去炫耀 我可以把这个贴纸贴到我的文具盒上 贴到我的书包上 甚至有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这个贴纸贴在我的手背上 以显示我是多么喜爱 这个动画片特别是里面的这些人物 所以当看到同学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的时候 我心灵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满足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也经历过几次搬家的经历之后 我的那些贴纸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偶然有一天 我找到了一个曾经购买的这样一个贴纸 和我女儿来分享 我本以为可以像之前一样 得到女儿非常羡慕和钦佩的目光 但是我的女儿用了一句话 让我感到了一盆冷水 撒在了我头上 她说 爸爸 这个贴纸上面的人物好难看 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贴纸呢 当时我的心灵当中真是百感交集 我说 女儿啊 你不知道这个贴纸是当年爸爸 攒了很长时间的零用钱所买下来的吗 女儿说 爸爸我不知道你花费了多少的金钱 但是我只知道 这个贴纸里边的人物实在是太难看了 女儿的不经意的话 触动了我的心弦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 是的 正像女儿所说的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 看到当时的选择 有多么的幼稚 我用我的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零用钱 去买了这些贴纸 它不能让我得到满足 随着时空的变换已经成为了过去 现在的孩子早已忘记 早已不知道《变形金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动画片了 所以这段经历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 实际上我们在生命当中拼尽全力所去追求的 即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时候 也是茫然和这样的虚空 那么我们究竟人生当中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到底要求什么 是这些可见之物吗 我相信弟兄姊妹 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不是的 乃是我们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想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 从基督而来的生命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经历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考验 所以为了得到这样的生命 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乃是要靠着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个能力呢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去祈祷 要去祷告 那么我们当祷告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 在平日当中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态度决定一切 也确实是如此 这句话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也同样是实用的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祷告 但是不见得每一次祷告 我们所求的上帝都会给予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约翰一书五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呢 要按照他的旨意去求什么 我们才能够无不得着 而不是靠着我们的旨意 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这个意思 乃是靠着上帝的意思 按照他的意思去寻求 去祷告 所以当我们祈求时候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那就是要敬畏上帝 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当中 第一位天使 报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 其中有一段是如何说的呢 应当敬畏上帝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重水全员的 所以当我们祈求上帝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敬畏的心 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靠着我们的能力 我们是无法得胜撒旦 在这个世界当中 对我们的各样的攻击和试探 所以当我们以敬畏的心 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承认我们人的渺小 人能力的有限 当我们浮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这样一个敬畏之心 恰恰是我们从上帝那里 得到能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当你愿意追求那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深感无力的时候 我们怀着敬畏的心 来到上帝面前 那个时候 你来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到二十五节当中所说的那样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 所以当我们祷告于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 给予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 能够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圣罪的能力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 主持人找来了一位年轻人 那么这个访谈节目的主题呢 就是想帮助年轻人戒掉这个网瘾 那么主持人所找来的这个年轻人 向众人就讲述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也就是说他是如何戒掉这个网瘾 这位年轻人说 他可以在网瘾出现的时候 他可以在网瘾待上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都不回家 吃住都在网瘾里 当听到他的陈述的时候 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是啊 这个网瘾的少年可真是沉浸在这样一个网络 和虚拟的世界当中 但是他告诉众人的是 他说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网瘾的一个少年 那么主持人就问他 他说你是如何戒掉这个网瘾呢 他说这位年轻人说 这份功劳要记在我父亲的身上 他说以前我去网瘾去上网的时候 沉溺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的时候 我父亲打过我 骂过我 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非常的紧张 即至有一次 我在外面待了能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是我有网瘾的记录以来 时间最长的 所以那个时候 到了最后 我真的没有钱去买东西吃 买这个衣服穿的时候 我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家里面 我想这一次 父亲一定是劈头盖脸的批评 我肯定也躲不过一顿暴打 当这位年轻人 站在这个家门口的时候 他犹豫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鼓起勇气 敲开了这个房门 不出他所料 站在他面前的 就是他的父亲 他等待着父亲的责骂 甚至是什么 拳脚相加 但是他耳边却听到了 这样一个声音 让他出乎意外 父亲说 儿子 你回来了 快进来 你回来就好 这个时候 时间仿佛凝固了 这位少年人 在等待着父亲的责骂和鞭打 足足站在那里面 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后来父亲说 说儿子你在想什么 快进来 你妈已经什么 等你想你想得很苦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位年轻人 做的唯一一个动作 就是拥抱他的父亲 然后哭得跟泪人一样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爸爸 以后我再也不去网吧了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什么 不再去沉溺在 这个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 我要重新振作 我不能再辜负你的爱了 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 这位年轻人就重新走向了正途 亲爱的弟兄姐妹 正像屏幕当中所打出的这样句话 失足未必千古恨 浪子回头 金不换 所以说这位年轻人 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真正的现实版的 浪子回头 金不换 但是更令我们感动的是那样一位 永不改变的他的父亲 对这位年轻人的爱永不改变 所以说让这位年轻人能够什么 悬崖勒马 回头是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感到疲乏无力时 当你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 怀世姆在十兆1897年5月27日当中写道 我们既蒙他持久大能的支持 在强烈的试探之下 我们尽可以靠来他全能之名得胜 像他得了胜一样 阿们 愿每个弟兄姐妹 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 过上真正得胜的生活 接下来是我们推荐的 祈祷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紧握上帝的圣言来祈求 其次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样 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来祈求 接下来我们的祈求的内容当中 就是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谨守他的诫命 最后一方面 我们也相信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还是热 上帝都必检查 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慈爱的 我们更相信耶稣基督会借着 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能力 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好 愿主能够祝福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走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